凭着航母要武扬威 这是谁给的胆子 原来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面前 中国海军的胆子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晓飞 有些国家凭着一两艘航空母舰 几十架舰载机要武扬威 甚至还在邻国的舰艇头上 用低空挂弹方式飞过救肌肉 这能吓住别的国家吗 这种怼人词 这种口吻 我们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熟悉 而且应该记得 这是谁常用的台词 以前经历过的事 我想我们很多人还都记得 几十年前新闻报道 中国海军舰艇去南美出访 结果遇到了美军的舰载机 从身边经过 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炮手上炮位 手摇着高射炮 用美国飞机练脸瞄准 新闻报道说起来气势是不输 实际上这种手摇高炮的防空手段 在现代海战中有什么用处 我们要面临多大心理压力 谁在现场谁知道 而且不仅面对中国海军 就是当年苏联海军顶上的时候 美军航母舰载机也这么干过 飞越苏联舰艇上空 而且还往苏联军舰上扔油包 苏军水兵打开包裹一看是个蛋糕 大家一起就把这个帝国主义 唐一炮弹的唐一给消灭了 最后除了戒上的政委 大家心情都不错 不过苏联人也知道 如果是战时让美军航母战斗机 能够先下手为强全力出动的话 那么苏联红海军是扛不住的 所以苏联的海军战术就要求 平时用跟踪群贴近美军航母编队 一旦动手就先来个反舰导弹骑射 死活就拼着一招 所以面临对方航母 苏联感到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当年我们没有航母的时候 也是用飞机在别人舰艇上空穿越过 那个时候是美军航母在南海活动 中国海军巡逻机的飞行员就驾驶飞机 从美军航母甲板的正上方飞越过去了 美军的F-18也提前起飞了 但是平时和平时期也只能伴随不能开火 然后就是一架我们的巡逻机 带着两架F-18穿越过去了 咱们飞行员一看挺过瘾的 再来一趟 然后三架飞机又过了一遍 舰船知识杂志当年报道这个事的时候 说咱们的巡逻机是一个 四个螺旋桨发动机的大飞机 大家一想就知道什么型号了 那个压力感肯定没有战斗机那么大 但是如果某些国家海上的力量 今天突然发现中国海军舰载战斗机 低空通过他们头顶 然后还侧过身 让他看清楚我们机身下边挂着导弹 他们心里边是什么感受呢 这两天 日本海上自卫队又发布张照片 显示两架解放军歼15战斗机 低空挂弹 从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号小航母上面 低空掠过了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报道 倒是没有语言很激烈 但是自立行间已经体现出了一些惊讶和无奈的意思 辽宁舰编队出门以后 刚一接近日本 出云号就开始一路跟随 而且跟的距离还挺近的 御用摄影师收集各种情报信息习惯 倒是挺专业 对辽宁舰编队不停地观察拍照 据他们自己讲 伴随辽宁舰编队这六天里边 已经观察到了远远超过100架次的 歼15的起降次数 这个数量好像不算多 不过毕竟不是战时嘛 不能用这个出动量 去跟美军的战时最大出动量去比 而且毕竟辽宁舰的身份是科研训练舰身份 真正主战航母是要看三胎的 按照日常训练看 辽宁舰一天几十架次出动量也算不小了 至于说练着练着怎么就练到日本出云号头上去了 那就是体谅一下御用摄影师嘛 你不是整天想拍解放军的飞机舰艇吗 那今天就在你头顶上挂着导弹飞过去 让你近距离好好看清楚 拍照拍好看点 风水轮流转嘛 当年我们面临的压力 你们也感受一下 而且我们也很不喜欢出云号这个名字 因为它跟当年在上海嚣张的那艘日舰名字是一样的 日本这艘航母换个名字叫雪峰 石雨 或者野芬该多好 好 关于歼15战斗机给日本海上自卫队送温暖的故事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聊